台南市有一棵百年老榕树可以说相当的有灵性 要搬家之前他还透过拔尾来指定 要由苗栗的老树妈妈谢粉玉来 他才肯搬家 这棵百年老榕树种在两栋老屋间 不但生长受到妨碍也影响到两栋房子 因此屋主想将老树移植到佛陀纪念馆 不过这棵老树却非常有灵性 指定由苗栗的老树妈谢粉玉来移树才肯搬家 家里的老榕树局限在这里很矮小的伸展空间 所以就想说应该给他换一个更好更舒适的环境 然后就有这个姻缘来请示老榕树 结果老榕树就他也愿意要移植到其他地方 原来是有民众想在老树搬家前拍照留念 不过拍出来的照片却都是白雾 只觉是不是树工不愿搬家 屋主干净把揹请示得到的答案 就是邀请老树妈妈谢粉玉来帮忙 在老树妈妈的指导下工人顺利钓起老树 赶在及时为他搬了新家 来报正会人台南报道